公務員愛慕女同事 近半吃汗闖箱歸趕這事 被拒絕就直接闖人家房間 難怪追不到 但任公務員的靈性男子愛慕一位 清秀的女同事追求悲劇 但她竟趁撿到女同事鑰匙時 去偷打一副然後才還 去年9月開使用偷打的鑰匙 闖進女同事房間 偷看女同事的日記等等 女同事回家發現物品被動過 抽屜裡的自拍棒還斷了 立刻安裝監視器 隔兩天就拍到靈男又投進她家 靈男發現有監視器 還目露胸光的遮住 女同事氣得提高 靈男認罪並不斷道歉 希望和解但女同事不同意 希望她得到教訓 因此靈男還是被依侵入住宅等罪起訴 東新聞綜合報導